永和區長村老人健康會發展至今已有37年的時光 歷任書任會長及現任會長杜立宏的支持下 長輩們對於老人健康會都有著深刻的連結 上午6點就會有志工主動到廚房準備每日的共餐食材 每天整理好整理好整理好之後他們就可以開始打球 可能6點多來的時候沒有人做法的就不一樣 他們就在這裡面臉球等到會員陸續來的話他們就開始打球 我們的比賽一般的時間就等到下期的表演 我們這裡這個會成立到現在 哇 三十七年了 我們聯合國 大家這些會員都很相信你 人們要討論什麼 大家都會來幫忙來找三天 像我們在集餐、共餐 大家都會來找三天 像打瓶瓶、唱歌、泡茶 這些這些唱歌大家都會來 參加長春老人健康會十一年的許先生表示 來到老人會就像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彼此都像是兄弟姐妹一般 到現在每一天都會到老人會走走晃晃 可以在這邊打乒乓球、唱歌、下棋 來到老人會已經變成是每天的工作 參加長春老人健康會已經有十一年左右 在這個會像一個很溫馨的大家庭 大家每一天 來自你唱歌的唱歌 打球的打球 下棋的下棋 泡茶的泡茶 讓最終老年人有一個很好的技術 所以大家很融洽 每一天起床以後 好像如果沒有到會裡來逛一逛 好像就是今天差不多沒有這種東西 長春老人健康會共餐 配合新北市席師分享網 共餐食材除了會內自購 也會到永安市場取菜 透過會員的僑手 烹飪出一桌桌美味可口的美食佳餚 借助蘇建民 新北採訪報導